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里 这是平均功率 就是说它一个周期的时间里面 传播的总能量 就是总机械能 是这个 是这么大 那么它每一秒钟 传过去的能量是多少 多少Jr 那 就可以化成这个 因为这个P分之一 就是F F乘Lemna就是V 传播速度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Omega 变成2πF 然后这个 表示式呢就变成这个表示式 那它的单位是瓦特 瓦特 所以我们要记得 波在传播功率的时候 它的 平均功率 是跟正伏的平方成正比 跟频率的平方成正比 好 现在我们就看 另外一个叫做Intensity 波的强度 波的强度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波 它在单位时间 就是每一秒钟 垂直的通过 单位面积的能量 这个叫强度 就是每一秒钟 通过每一个平方公尺 这个面积的能量 我们称它叫做强度 Intensity 好 那么根据它这个定义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绳坡 如果一根绳子 它的界面积是S 绳坡的强度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E over T 这个就是它的平均Power 平均Power 平均Power 就是单位时间 垂直通过 就是垂直通过这个界面的能量 然后再背这个面积来图 界面积来图 就是单位面积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波的强度的定义 那我们把P呢 二分之一 μωπ平方A平方V 带进来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也可以把这个ωμ 把它改写成2πF 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 它的单位是每平方公尺 有多少瓦克 这个是强度 强度 升波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在一个界值里面 当有一个波在传播的时候啊 我们在同一个时刻 这个面 我们随便拿一个球面 这是球面波 这个面上面的所有的指点 它的相位通通相同 就是说 相位相同的点 每一个同一个时刻 相位相同的点 所构成的面 所构成的面 称为坡钱 叫way front 或者我们就称它叫做坡面 那么这个就是坡钱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坡钱 这是另外一个坡钱 那就球面坡呢 它的坡钱呢 或者它的坡面呢 是呈成球面状 球面状 如果是平面坡的话呢 同一个 有同相位的这个点 同一个时刻 同相位的这个点 它所形成的这个集合呢 是一个平面 一个平面 那么这就是它的坡钱 或者叫做坡面 那这个平面坡的坡面呢 是平面 那么我们看这里 有箭头 这个直线有箭头 这个也有箭头 这个箭头啊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从生源发出来 然后呢 它跟每一个坡钱 它所经过之处 都跟坡钱垂直 那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射线 叫做race 叫做race 那么坡钱 这个叫做射线 这个也叫射线 那么 球面坡的射线呢 是呈辐射状 辐射状 平面坡的射线呢 是一组的平行线 一组的平行线 那么两个坡面之间的距离 叫做一个距离 就是一个lemon 一个坡长 你看这个跟这个之间 长度是坡长 这个跟这个的距离 也是一个坡长 那么这个面跟这个面的距离 也是一个坡长 那么这个是 我们介绍 两种 我们常见的坡 一个就是球面坡 一个呢 是平面坡 好 那么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功率 看强度 强度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炸弹在空中爆炸 就在这一点爆炸 那么它放出来的能量是一个定值 那么爆炸的时间 就是一个定值 所以呢 它放出来的总能量 跟它 跟它的时间来除啊 就是它的总功率 因为它释放出来的能量呢 是定值 对这个爆炸的时间来除 就是单位时间的能量呢 就是一个定值 就是一个定值 就是它的功率是定值 超是一个定值 好 那么 我们看这个坡面的 坡的 球面坡的强度 强度 我们刚刚说过是 单位时间 垂直通过 单位面积的能量 就是垂直通过的功率 那球面坡就应该是功率 对 它的阶面来除 你看它的坡面 坡面 成阶面 它所经过的 坡面呢 不断的增大 就是说一爆炸以后啊 它这个深波啊 就不断的扩大 成球面状的扩大 那么它的大小就是这个 这个跟时间有关啊 因此它的强度啊 P是一个定值 但是 生母这个 坡面的面积 是跟时间有关 时间越来越 越长的时候 坡面面积越来越大 因此它的强度啊 就不断的衰减 我们发现它强度呢 跟距离 就是说你这个坡面 与生缘之间的距离 R 和平方程反比 这个要记住啊 强度是跟距离 就是距离生缘的地方 这个距离啊 平方程反比 那因此呢 在R1跟R2 两个半性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是T1 这个是T2 那么T1的R1 T2是R2 那么它的IR1 以上IR2 就跟距离的平方 成反比 那就是R2比R1的平方 OK 那么这是球面波 至于平面波呢 因为它的面积啊 始终保持一个定值 平面波的波面 不会变大的 就是那么大 开始是多大 后来就是多大 因此它的球 而它的强度 就保持一定 保持一定 像我们点的这个 日光灯也好 或者我们点的那个灯泡 白枝灯也好 你距离灯泡越远的地方呢 你会感觉到越暗 你看起出来啊 觉得越暗 这就是比如说灯泡 拿灯泡来说 它是球面波 你距离灯泡越远的地方呢 强度越斜啊 所以你看起来就越暗 但是平面波不是 平面波就像什么 我们现在最好的平面波啊 是镭射 我们叫镭射 你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个镭射 太暖镭射 它放出红光 点状的红光 那么它出来的波面呢 几乎是一个平面 几乎还没有达到平面 不过已经相当好了 比如说你从我们教室的这一边 照到后面去 到我们教室的最后面去 它还是那么一个点 而且强度还是清晰可变的 如果灯泡的话就不行了 所以以前我们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测光束啊 起初没有镭射的时候呢 我们用灯泡来做 哎呀那个好难做 好难做 因为那个强度很弱很弱 那么后来有镭射以后啊 那个快得很 那个强度啊 保持一定嘛 你不要去中途再去聚焦啊 什么东西的 因此呢 我们知道平面坡的强度是个定值 球面坡的强度呢 它是随着R的平方层反比 跟距离的平方层反比 好现在我们看 当一个坡 它在一个介质 就是单一的介质里面传播的时候啊 那么它就 比如说是行进坡 往X正方向的行进坡 那么它就一直往X的正方向行进 一直一直行进 可是如果这个坡 是在两个不同的介质里面传播 当它从第一个介质 传到第二个介质的时候啊 那么在这个不同介质的交界处 那交界处就 我们也称为界面的地方啊 那么会产生一个现象 这个我们要记住啊 就是坡呢 有一部分呢 会反射回来 就是往回跑 另一方面呢 往回跑的这个坡 我们称它叫做反射坡 reflected wave 那么另外有一部分呢 就是原路 原作原路 行进到另一个介质 就到另一个介质中行进 这个坡 我们称它叫做穿舍坡 称为穿舍坡 这个现象叫穿舍 transmission 那么这个坡呢 我们称它叫做 transmitted wave 穿舍坡 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条绳子 比较细 比较细 那么这个呢 比较粗的绳子 两个连在一起 那就是说 这个绳子啊 单位长度的质量 要比这边要来得大 这个都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 比如说坡 从比较长度密度 比较小的坡 行进到比较长度密度比较大的坡 比如说 入色坡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PERS是这个形状的 它现在进到这里来了 进到这里来了 它会产生什么呢 一个就是反射 反射回来 一个穿射 你看 反射回来的坡啊 它跟这个形状正好相反 这就表示它的相相反 Face相反 可是穿射坡的这个Face 跟入色坡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 OK 那这个我们要记住 这由实验得出来的 那当然我们 也在学电磁学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从电磁坡里面倒出来 倒出来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 各位就当作是 从实验里头看出来的 就是当这个入色坡 从质量密度比较小的这个介质 往质量密度大的介质 行进的时候 到达这个介面呢 反射坡会有一个相差 反射坡跟入色坡有一个相差 可是穿射坡跟入色坡呢 相位相同 这个就是反过来 这个坡从质量密度比较大的介质 往质量密度比较小的介质 行进 然后到了介面以后呢 反射坡你看 它的香味跟这个一样 穿射坡的香味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 穿射坡跟入色坡的香味 始终是一样 但是反射坡呢 就要看清新了 从质量密度小的 往大质量密度的方向 行进了坡 反射的时候 它的相位相反 如果坡是从大质量密度 往小质量密度行进的时候 反射坡的香味跟入色坡是相同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解释的 这就是我解释的 如果 我们刚刚讲的是两条绳子 有粗有细 如果说这两个介质的密度 相差非常的悬殊 非常的悬殊 比如说我们质量小的绳子 往一个非常巨大的绳子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固定在墙上了 固定在墙上 就好像这个地方的介质 有无限大 那么现在入色坡从这里进来了 到达这个界面呢 它没有穿色坡 它全部只有反射坡 全部反射坡 刚刚我们是说相位相同 但是你传过去的时候啊 因为它反射 又有反射又有穿色 它的强度是一定 强度 入色坡的强度是一定 到时候呢 它一部分反射 一部分穿色 那当然你这个强度就要分给这两个 一个反射坡 一个穿射坡了 所以反射坡跟穿射坡呢 强度都要比入色坡要小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啊 坡了到了这个界面啊 它没有反射 没有穿射了 就是说没有能量从这里穿过去 所有的能量都反射回来 因此呢 这个强度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啊 完全反射 那我们就称 这种现象叫做完全反射 像这个 就好像质量小到质量大的密度 质量小的密度到质量大的密度 这个方向行进 反射坡是跟入色坡 相位相反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悬殊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柱子 一根柱子 那么绳子这边有一根环 套着这个柱子上 这个环球自由的移动 自由移动 那就好像是什么呢 这个 有质量的这个绳子 跟一个没有质量的绳子相连接 这两个质量也是悬殊啊 结果呢 这个坡到达这里的时候啊 它也是 没有穿射 全部都反射 全部都反射 那么这反射的时候啊 是同向 同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这个坡是向上 所以它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会对这个墙有一个向上的力 可是墙就给它一个向下的力 对不对 这两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因此这个绳子就受一个向下的力 产生了PERS 所以这个相反 可是这个PERS呢 到达这里的时候啊 这个环也跟得起来了 就说这个环呢 是往上的 因此它就受一个往上的力 所以产生一个PERS 是跟这个入色坡的PERS 是一样的 好 再来我们介绍一个坡 非常重要的一个principle 这个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叫叠加原理 叠加原理 叠加原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当有好几种独立的坡 在同一个介质中传播的时候 独立的坡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一个管弦乐团在演奏啊 喇叭 跟小提琴 跟长笛 这都独立的 你吹你的号 我吹我的长笛啊 独立的 可是这些声音啊 这些声波啊 同在一个空气里面 传播 然后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去 然后我们耳朵里头的这个 借着震动的位移啊 是什么 如果是只有喇叭 那当然就是跟着喇叭 这个震动 如果只有长笛 就跟长笛一起震动 如果只有这个 小提琴的话 我们就跟小提琴一起震动 但是如果三种都有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 三种乐器 使得这个空气的绳子 产生震动的位移 就是Y啊 小喇叭有它的Y 称Y1好了 长笛叫Y2 小笛叫Y3 那我们耳朵里头以后 我们的耳朵里头 就有一个合成的位移 这位移就是Y1加Y2加Y3 是加起来的 而不是乘起来的 就是加起来 这个叫做叠加性 叠加性 OK 这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坡 各自在指点产生的位移 分别是Y1跟Y2 好 两个坡同时在 在这一点 同样一个阶子里面产生的这个 可谓 Resulted Displacement 就等于Y1加Y2 这个就叫做叠加原理 叠加原理很重要 就是说他们这个坡啊 每一个独立的坡啊 都各自正宗各自的 当他们同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个位移是加起来的 但是等他们过去以后啊 又 我们拿这个坡来看好了 这有个PERS Y1 这有个PERS 它的位移 比如说是Y2 好 到达这个地方的 在这个地方跑 这个往右边走 这个往左边走 然后他们会遇到一起 对不对 遇到一起以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核位移 这个核位移是Y1加Y2 Y1加Y2 但是这个坡还是 这个坡还是继续往这根船呢 这个坡呢 就是这个坡 继续往这根船呢 等一等呢 Y2就跑到这里来了 Y1就跑到这里来了 它们错过以后 交叉错过以后 它的这个位移啊 Y2跟原来的Y2一模一样 Y1跟原来的Y1一模一样 就是说 两个坡相遇的时候啊 就是两个坡站有同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坡的位移 是加起来 但是原来的形状还是在啊 这就是坡的一个特点啊 我们物质不行哦 物质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 比如说 两部汽车 一个往这边走 一个往这边走 然后在这个地方撞在一起了 撞在一起 以后还会不会说 等一等这个 这个车子又跑到这里来 这个车子又跑到这里来 不会 碰到一起 就支离破碎 完全 面目全非啊 还是破不会啊 破不会 所以说 你去听管弦乐的时候啊 里头好多乐器啊 有吹号 有打鼓啊 好多乐器 都跑到你耳朵里头去了 他的位移是加起来的 走合位移是全部加起来 但是每一个波还是存在啊 他这个效应就说 这个波产生的效应 跟这个波在你耳朵里产生的效应 加起来 我们加起来就听着啊 这个管弦乐的音乐 很和谐 很好听 可是你还是能生变 哪一个声音是喇叭 哪一个声音是长笛 哪一个声音是 吹号打鼓啊 你都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生波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听管弦乐 欣赏管弦乐 就是因为波有叠加原理 光波也是一样啊 光波也有叠加原理啊 比如说 我在路上看到张三过来了 如果他单独过来 他的波传到我的眼睛里头 就是张三 如果李四单独过来 我看到就是李四 如果两个一起走过来呢 两个波都穿到我的眼睛里头来 都在我的视网膜成像啊 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啊 是张三跟李四一起过来 他绝对不会说 张三跟李四一起走 让我看成是王武啊 我问王武 你是真的王武 还是你是合成的王武啊 不会有这个现象 你看到一只猫过来 就是一只猫 他们一只狗过来 就是一只狗 猫跟狗一起过来的时候 不会说变成一只猪啊 它还是一只狗一根一只猫 那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叠加原理 所以有这个现象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 如果没有叠加原理 是其他的原理 什么惩罚原理了等等 那就糟糕了 那你这个看到的人啊 你不晓得他是真的一个人呢 还是说他是这个合成的 你看到一只动物 也不晓得这个动物啊 是什么动物 是合成的还是一个真的动物 好 那么这是叠加原理 好 那么坡 好几个坡同时相遇 就是好几个坡 同时在同一个戒指里面传播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戒指呢 它要 每一种坡都会在这个戒指里面 产生它应该有的一个结果 如果同时传播的话呢 它会同时有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为这好几种波 它产生了所谓的干涉作用 interference 就是波的干涉 产生这个干涉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波列 同时在同一个戒指中行进 那么依据重叠原理 叠加后合成一个新的波列 这种现象成为波的干涉 我们现在假设有两个波 两个正旋波 一个是Y1 一个是Y2 Y1跟Y2呢 有一个相差 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例子来看 好 两个相遇 在同一个 不是传播在一个戒指里面 那于是呢 这个戒指里面的波就变成Y1加Y2 这两个相加 那我们 我们现在简单就是假设它的AMP就是一样 K和Omega都是一样 就是差一个相差而已 那这个就很好做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A提出来 里头是正旋函数 就和 就变成这样子的 两倍的cos 2分之5 乘上sin KX加Omega T加2分之5 就变成一个 新的波 这个新的波 你看它这一边呢 跟这个波的形状啊 是一样的 就是相位不同而已 相位不同 就是它的同一个时刻位置不同而已了 形状还是一样 不过它的amplitude不一样了 原来它amplitude是A 这个也是A 然后这个合成的是2A 还要呈成一个cos 2分之5 还要背这个东西来 还要成长一个这一项 好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结果就是说 合成波 成分波是正旋波 合成波也是正旋波 合成波的频率跟波长 与2个 成分波是 这就成分波 成分波 这是合成波 它的频率跟波长都一样 但是呢 合成波的初相不一样了 相位就不一样了 然后政府呢 也不一样了 政府跟原来这个政府呢 也不一样了 我们先来看看 Y1是这个波 Y2是这个波 这两个波有个现象 就是说 它叫同向 比如说 Y1跟Y2 一个是零 另外一个也是零 一个最大 另外一个也是最大 像这样叫做同向 同向的时候啊 这叫同向啊 同向 好 这样的同向的波呢 你把它 加在一起啊 你看 我没有把这个 Y画出来啊 Y呢 应该就是 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 Y1加Y2 0还是0啊 Y1加Y2 比较高 到了这里以后呢 就是Y Y1加Y2 那么它正常的 就是政府啊 会比原来的还要高 那么 这种干涉呢 就是说 合成波 比成分波的 政府要来的大 那这就是 政府大就是 表示它强度比较强啊 那这种波 我们称之为 它叫做 相长干涉 或者叫建设性干涉 Instructive interference 如果是这个样子 Y1是这样子 Y2是这样子 那正好 Y1最大的时候 Y2是最小负的 Y2最小 Y2最大 Y1是最小 那正好 那么Y1加Y2 就是变成0了 粗粗变成0了 这样的波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完全相消干涉 合成以后 就消掉了 没有了 完全相消干涉 The completely 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如果说 它也不是同像 就说Y1 Y1在这里 Y2在这里 Y2 它两个也不是同像 也不是 也不是这个 它的相位 也不是这个 相差180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合成坡 就变成这个样子 合成坡 变成这样子 对 这就是任意的 两个坡 合成 那么它的政府呢 介于零 它可以 政府可以是零 可以在这个 两个政府之和之间 这个大小 一定比这个 最大只 加这个最大只 来得小 然后我们就要看 坡的干涉里面呢 有一种坡 非常的重要 叫做standing wave 叫做筑坡 筑坡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根弦 它系在两个墙之间 两个墙之间 我们把这个当作x轴 这里是x0 这是x等于l 固定在墙上 就说 这一点跟这一点 不能动 然后我们在这个x方向 正x方向 产生一个正旋坡 假定是这个样子的正旋坡 然后它到达这个x等于l的地方 就开始反射 于是它会产生一个反射坡 这反射坡呢 我们假设它是这个样子 就是假设它仍然也是正旋坡 不过正幅不一样 其他的坡长跟频率都一样了 这坡数就跟坡长有关了 这个不一样 那么合成以后呢 你看 入射坡不断地从这里前进 反射坡从这里进来 两个坡就产生干涉 干涉的结果 就是y等于y1加y2 就是这个 那么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Aprime到底是什么 反射坡的正伏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用一个边界条件 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固定在这里 它在x等于零的地方 x等于零的地方 它不震动 因为它固定在墙上面 所以y0t等于零 就是说 x等于零的地方 随便你什么时间 随便你什么时刻 这个y都是零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我们就得到 这个x0呢 那psi4ωt就等于 4psiωt 这边呢 这边的Aprime psiωt等于零 那我们解出来 Aprime等于A 就是说 它反射坡的正伏 跟入射坡的正伏 是一样大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Aprime改成A了 因为我们解出来 它是一样大 那么它就变成这样 合成坡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psi跟psi 这两个正弦函数加起来 变成2Apskx cosωt 那这个就是合成坡 你看这个时候 合成坡的坡型呢 跟行进坡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行进坡是psi kx-ωt 这个却不是 这个是 变成psi kx cosωt 那我们把psi kx 跟2A 扩乎在一起 那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啊 这个 悬上面任何一点的位移呢 它是做什么运动 你看如果这个扩乎 只是1的话呢 它就是等于 cosωt 或者等于A的话 就是Acosωt 2A的话就是 2Acosωt 这是一个什么运动啊 间歇运动 可是啊 它这个A啊 或者2A啊 它不是一个定值 它跟位置有关 它跟位置有关 X等于0的时候 这个A 这个Q等于0 就是说0的位置 根本就没有振动 那么 X不同的地方 它震荡的这个 降幅就不一样 好 这个坡呢 我们看起来啊 它不会像行进坡那样子 跑的 不会 它就是在原地啊 这个震荡 所以 它在原地 比如说这个坡 某一时刻是这个样子 下一半个周期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变成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指点 都是这样子震荡 不是这样震荡 我们看到它 你看这个坡峰啊 不会跑 这个坡谷也不会跑 这个坡 就好像立定在那里 站在那里 所以因此我们称它叫做驻坡 standing wave 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standing wave 它这个坡峰不会跑啊 坡峰始终在这个地方 可是啊 我们看这些点 在同一个时刻 这一点震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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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个呢 这个会下降一点 再来这个再下降一点 然后就跑到这一边来 所以说 比如说这一点 是在这个地方震荡 政府是这么大 这一点呢 同时 它震荡的时候 它同时跟它一起震上去 它震上去 它也震上去 不过它的震荡没有太大 比较小 在这里震荡 所以这种震荡啊 就是震荡不一样 震荡不一样 可是呢 在同一个 我们称的这个叫做坡环 因为如果是悬在震荡的时候 我们眼睛看得见 眼睛有 有视觉 暂流的这个 这个特性 可以看到 这里模模糊糊的 有一个 坡环 当这个朝上的时候 这个朝下 这边又是朝上 所以是这样子震荡 每一点的震荡不一样 同时震荡 它跟行进坡不一样 行进坡是怎么震荡 这一点往上去 后面也跟上来 跟上来 都跟上来 都跟上来 但是 它最大可以到达这里 其他的点 也是可以到达这里 也是可以到达最大的政府 但是 驻坡不行 驻坡就是说 不同位置的政府不一样 不同位置的政府不一样 这是驻坡 驻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各位一定要对它 非常的了解 神坡 各位做实验都看过 当一根玄 受震荡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坡环 会有坡环出现 会有坡环 这是因为我们眼睛有视觉暂流 所以你会看得到 那么因此它震荡的时候 有的地方政府最大 像这个地方政府都是最大 有的地方政府等于零 等于政府为零 始终为零的那一点 我们就称它叫做破解 就是not 破解 这是破解 这个破解 这个破解 这个也是破解 这也是破解 然后政府最大的地方 我们称它叫做破覆 antinot 破覆 这个破覆 这个也是破覆 这也是破覆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破解是在什么位置呢 破解产生在什么位置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这个来看呢 这是它的这个 诸波的破函数啊 当破解就是说 不管你在 就说 不论你什么时候看它 这个Y都是零 那么那一点 就叫破解 所以你看这个 始终为零的话呢 始终为零的话 就是 T不管在什么时刻都是零 那 这个时候呢 那一定是什么 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它都是零 OK 可是 cos omega t 不会是所有时刻都是零啊 它有时候是零 有时候不是零啊 那么它 一定要是零的话 一定是这个括弧 要等于零 这个括弧等于零 那就是 sin kx等于零 sin kx等于零 就是 kx等于 mπ m就是 一二三的意思 零一二三 k是二π of lamina 乘x等于mπ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x解出来 它就是二分之π的乘m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呢 是二分之lemina的整数倍 m等于零 就是这里 m等于1 就是这里 m等于2 就是这里 OK 那么这是泼节的位置 是这么决定 我们讲 最大政府的地方叫做泼腹 泼腹的话呢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要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啊 那就是2a了 这个最大值就是2a了 那就是 sin kx 永远要等于 正1也可以 正1也可以 负1也可以 因为这个正当值 这个最大值 这个也是最大值 绝对值也是最大 所以说 在泼腹的位置啊 泼腹的位置啊 我们有sin kx等于正负1 那么我们假意上可能会写错了 假意上多了一个2a啊 你把这个2a杠掉 那么这里就是kx等于 如果kx等于正负1的话呢 那么kx就等于这个 等于二分之拍的七数倍 二分之拍的七数倍 你把k等于2pi of lamina带进去啊 我们可以写的 泼腹的位置就是这样 泼腹的位置是四分之拍的七数倍 0的时候泼腹在这里 0的时候是四分之拍 1的时候是四分之三拍 2的时候就是m的2的时候 就是四分之五拍等等 这个是泼腹的位置 OK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